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分享一个凉拌茄子的做法 不过油不红烧 色泽漂亮,鲜香开胃 很好的下饭菜 凉拌茄子要选新鲜的嫩茄子 嫩茄子颜色饱满 根部的部分白色越多越嫩 直接掰掉根部 然后改刀成段 再从中间切开 放到清水里 加白醋浸泡几分钟 这样茄子做出来颜色漂亮不发黑 浸泡的同时准备配料 大蒜拍散和剁成蒜末 小米辣切碎 小葱切成葱花 锅里水烧开,下入壁子 再放入茄子 放的时候注意茄子皮朝上 这是设置漂亮的关键 盖盖蒸5分钟左右 蒸好后起锅放凉 放凉的茄子用手四层条状 如果茄子水分较多 可以先挤出水分 吃好的茄子 加蒜末 辣椒碎 葱末 再少来一点食盐 半勺白糖 热锅加葱油 烧至6分热 将葱油浇在茄子上 分几次浇油 激发出茄子 再加生抽 一点点香醋 搅拌均匀后 即可装盘食用 这样一道凉拌茄子就做好了 好吃还健康营养 一道不错的家常菜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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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